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都沒有認真在主持節目 記得他那時候在發展他的LED事業嗎 當時的憲哥有像 那麼努力的在栽培他子弟兵 這樣栽培我的話 我就不是今天的我 但是可見他都有私心 他還告訴我說 我跟Sandy說要跟佩晨姐姐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笑話嗎 憲哥 傷我的心 一收工就帶我們去參觀LED的工廠 跟LED的人開會 我真的都不知道他那時候 就是一次他硬拉我們去參觀他的工廠 我想說你每天這麼分心 到底他說我有工廠了 帶我去看工廠 所以如果當時的憲哥 有像 那麼努力的在栽培他子弟兵 這樣栽培我的話 我就不是今天的我 但是可見他都有私心 你看Sandy現在這樣子 他還告訴我說 我跟Sandy說要跟佩晨姐姐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笑話嗎 憲哥